女人找了一个比自己小了20岁的男孩交往 然而她这样做只是为了引得老板住了 可相处中她渐渐意识到 自己可能真的爱上了她 毕竟年长20岁 艾莉想得比较复杂 她准备将这份爱意扼杀在摇篮 毅然决然地提出分手 结果也如她所料 他们真的分开了 艾莉回归了正常的工作 杰克则每日借酒消愁 经过父亲耐心地劝导 她的精神状态明显恢复了很多 可与此同时变故发生了 艾莉的公司接下来要拍一组海报 而老板点名要上次在模特会上扶人的男孩 也就是杰克 她的脸色出现了变化 上次听到后立马讨好答应 并让艾莉不惜一切代价请到杰克 面对她的忽然来访 之前喝剩下的酒瓶还未来得及轻易 杰克刚准备解释 父亲就出现在房间 替儿子化解了尴尬 他们来到餐厅吃饭 艾莉客套两句后直入主题 本来杰克是想要帮忙的 可艾莉担心她不答应提出了报酬 这未免太让杰克寒心 就这样交易还没达成就终止了 到了拍摄的日子 艾莉正犹豫该怎么与上司开口 化妆师就传来好消息 杰克到了 她最终还是没有办法拒绝艾莉的任何请求 正在化妆时 艾莉的男同事闯了进来 主动提出道歉 当初说服艾莉接近利用杰克是她出的主意 她气冲冲地来到现场 强吻了艾莉 随即开始拍摄 可中途她却与负责人 因为一些小问题吵了起来 她本来就在气头上 于是直接撂挑子不干了 艾莉追了出去想要挽留 杰克彻底爆发 挑明了自己被利用的事实 面对她发疯般的呵斥 艾莉没有解释 因为那是事实 她目送杰克乘车离开 上司因为这件事解雇了她 事业爱情双双不顺 每当她望向粉红色的电停车 脑中总会浮现杰克的声音 来到当初画箭头的公园 一切都没了以前的模样 她重复听着耳机里 传出的杰克的声音 本想一点点忘记 可大街小巷出现了海报 家里犹豫许久不知 该不该扔的杰克的鞋子 种种的细节都在提醒她 杰克的存在 终于在这天 闯入杰克所在的学校 私下寻找 询问得知她正在上课 因为着急 她直接闯了进去 教授跟学生们都以为 她是来授课的老师 当然杰克除外 艾莉在讲台上吞吞吐吐 想要做作样 可刚讲几句 她就装不下去了 同学们都将目光望向她 在好友的助推下 杰克跳了出来 艾莉没有回答 而是用行动证明了态度 二十岁的年龄差 有着无法弥补的认知怠动 但不管在什么时候 爱情是没有固定标签的 所以在这里 希望大家都可以勇敢去爱 共同面对生活 带来的种种考验 走过去 就是一辈子